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1245集 李南在张凡的身上打亮一眼 难不成张凡真的认识他们公司的人吗 他刚刚只有给他公司的人打电话 才可以直接询问出他们项目经理的电话来 张凡认识的不会是他公司的领导吧 如果张凡认识的是总公司的领导 这领导又给他们的项目经理施压 他的项目经理还真有可能 把他和项目经理之间的协议给暴露了 那样的话 他欺骗曼丽的事就算是彻底坐实了 李南的心底不又生出了强烈的担忧了 张凡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李南按耐不住心中的担忧 问向了张凡 听到这话 张凡回头看他一眼 并没有回答 而是把头憋了过去 见张凡不搭理他 李南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交集 走在张凡面对面的位置 继续问 我问你话呢 你刚才给谁打电话呀 看到李南一副交集的模样 张凡知道 他这一步应该是走对了 想在曼丽面前揭穿 李南对于他是否是真心 那必须有人证 只有这样曼丽才会信服 但是这人证 找起来却是颇为困难 如果李南并没有对外人透露过 他追求曼丽并非真心 而是为了升迁 那么这个证人 根本是找不到的 如此清醒下 张凡只好是赌一把 从掌管李南升迁的人入手 而这个人 正是李南所在的项目的项目经理 为了升迁 李南很可能和这个项目经理之间 有某种交换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么这位项目经理 便是最好的人证了 这时候 张凡的手机短信提示音响了 他拿起来一看 正是于山发过来的 于山告诉张凡 他已经和 四季春城的项目经理通过电话 张凡只需要报名字 那项目经理 就会配合张凡做一切事了 下面 则是付着四季春城项目经理的电话 还有名字 此人名叫韩富贵 你们项目经理的电话来了 我车就打电话给他 张凡抬头望向李南 听到这话 李南嘴角微抖 他心底变得越发的恐慌了 很快 张凡便把电话拨了过去 此刻的李南在内心祈祷 但愿张凡认识的人不是公司领导 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员 这样的话 韩富贵没什么压力 就不会泄露 他们两人之间的协议了 就在李南心中期盼的时候 张凡对话筒说道 请问 你是韩富贵 韩总吗 哦是啊 请问您是 韩总 我是张凡呢 哦 原来是张先生 刚才余总给我打过电话了 说是你有事找我 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 千万不要客气 对了 别叫我韩总 叫我老韩就好了 这样亲切 那 那好吧 我就叫你老韩 听到老韩这两个字 李南心头狠狠一阵 同时 他猛地把目光投向张凡 听张凡的画风 老韩这个称呼 好像是韩富贵 主动让张凡叫的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心头 我有点事想问你 请你帮忙啊 张先生 有什么事情 您尽管吩咐 你跟你的下属李南 是不是有什么协议啊 听到张凡的话 电话那边的韩富贵 先是一正 而后问道 您认识李南 回答我的问题 是的 张先生 我们两个之间 的确是有协议 我们这五证里面 有一个证有些问题 需要相关智能部门审批 但是 那部门的领导是油盐不尽 死活不给审批 这事拖了七八个月了 半年前 李南跟我说 给他半年时间 他就可以把这事办成 我就答应了 如果他可以办成 我就把他提拔到 营销部经理的位置 这还有半个月 就到了约定的日子了 也不知道 他能不能办成啊 听到韩富贵的解释 张凡点头 在曼丽父母公主妇的位置 有一抹金色的光芒闪耀 这代表 曼丽的父亲端的是铁饭碗 在某些职能部门 是任职的 曼丽的父亲 很可能就是这个 归正部门的领导 我在平山大饭店呢 麻烦你过来一下吧 好 我马上过去 虽然韩富贵不清楚 张凡让他去干嘛 但是他仍旧痛快地答应了 随后 两人便把电话挂了 见张凡挂断电话 李南急忙朝张凡的身旁凑了凑 满脸焦急地问 张凡 我们领导跟你说什么了 他会来吗 他马上就来 十几二十分钟 应该就到了 听到张凡的回答 李南脸上立刻浮现出了一抹慌乱 能一个电话 把总经理韩富贵叫过来 张凡背后那人的实力应该是很大的 韩富贵是扛不住这份压力的 韩富贵一旦到了 那么他们两个的协议就彻底暴露了 满力也发现了李南的表情 他眉头不尽一皱 你 你 李南只向张凡愤怒地说不出话来 随后 他拽起张凡的胳膊 满脸和气地说 兄弟 走 咱们去那边聊聊 聊什么呀 听到张凡的话 李南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尴尬 就是先聊聊嘛 没什么 走吧 我不去 有什么话 在这儿说 走吧 咱去聊聊 李南说着 抓着张凡的手更加用力 但张凡根本没动 更加没有改变主意 我不去 你不用在我身上耽误功夫 没用的 见张凡第二次拒绝 李南瞬间变得焦躁 一时间 手足挫起来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 明镜需要您的赞 ресurön